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学习了几天以后 发现当老师容易吗 不容易 当老师确实不容易 那么老师的经验是慢慢累积下来的 并不是当老师一下子我们能力就能很高的 有这么多的经验 它是慢慢从学生当中 慢慢点点滴滴 调整我们的教学观念 调整改善我们的教学方法跟手段 那么人生过程当中 每一个年龄段 我相信在成长的过程都有它的烦恼 那我们扪心自问 我们从以前走到现在 有没有诸多的烦恼呢 有 那面对我们的孩子有没有 有 我们的学生也一样有 所以我们从第十二点 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对于亲近学生 我们有没有尽到责任 所以我这里呢就举出来了 任何孩子都需要老师的关心 这里写出的是任何孩子都需要老师的关心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在班级里头面对了这么多的孩子 我们的关心度 有没有到达 我们的对学生那一份的关爱 有没有在课堂上 让学生都感受到 我们回忆过去 如果哪一位老师 我们在上课的时间 你发现老师的眼神经常关怀你 请问你喜欢上那一堂课吗 喜欢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扪心自问 我们对学生 我们那种关爱的眼神 有没有每一堂课都送给我们的学生 有没有 大家在笑 在笑 所以呢 这个也是墨学深深感受到 当一个老师 为什么我们形容老师 他教学如木春风 就是因为我们把爱心给了学生 让学生呢 在课堂里头感受到 老师无时无刻都在关心我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学的方法 很管用 好 很管用 那么我们这里呢 特别指出了 民主学校 学生是不是都是技术 是 所以呢 技术生或者青春期的孩子 常需老师的关怀 因为在不大不小间 他们的年纪呢 不大不小 常有心理的矛盾 常需要我们帮助他 对人生呢 有更进一步的认知 所以要讲述人生的道理 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那么我们可以用每周或者两周一次 做一些心理的辅导 或者帮助跟他们呢 经常交流 了解他们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 也许他们现在呢 有很多的烦恼 那么这一些烦恼不见得 他会讲出来 也不见得呢 他能自己化解 所以作为老师的 我们在课堂上 如果看到哪一个学生 你觉得呢 他面有丑容 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到 我要主动亲近学生 要主动 那这个主动呢 我们不要高高在上 一定要让他们感受到 我去亲近他 并没有什么呢 并没有呢 要管制他 人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个人呢 好像管我管太多 其实我们内心 想要的是要帮助他 但是因为这种关心 关照 假如我们呢 过了头 就会让他感受到 老师似乎不再关心我 而是要控制我 监控我 这样就不好 所以我们面对 学生有难题 有困难 我们的亲近方式 我们就要了解 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真正帮助孩子 化解心中 重重的疑惑 那么我们这里呢 举出了几种例子 几个例子 给大家作为参考 第一个我们对于技术生 他们对亲情的盼望 比较大 像有一些孩子呢 他从来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庭 那么到了学校以后 人生地不爽 同学呢 还没有熟悉 所以在开学的初期 很多孩子呢 是懵在背里头 痛哭 那么这个时候呢 老师应该要发挥最大的作用 尤其是孩子呢 他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突然没有亲情地呵护 这个内心里头要调适 不太容易 所以我们下学期开学的时候 我们在这一点 请老师 班主任 或者生活老师 在这个时候 不要用 不要用比较强硬的言语 应该有像母亲的 这种话语呢 来关心他 我记得 我弟媳妇的女儿 五岁 五须岁 然后到我家里呢 住一个礼拜 因为这个 弟媳妇讲 孩子现在呢 不太乖 很希望大嫂 能帮助他 那么这一孩子呢 从来没有离开母亲 那我要把他带到我家去住 因为住在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就跟他讲 你看姐姐读高中 离开家里 在外面读书 他是不是自己要离开 他讲是 那我说你将来呢 有一天会不会这样 他也说会 那么那一天呢 是哪一天呢 就是现在 我们现在呢 就要离开妈妈 到这个伯母家去学习 伯母家里呢 就像学校一样 我们现在呢 就要比姐姐还要厉害 比姐姐还要厉害 姐姐是高中才去 你现在五岁 就要去学校读书 有没有超级厉害 他点头对 超级厉害 厉害还不行 还要加一个超级 那么让他呢 突然有感觉说 我真的很厉害 所以呢 他就到我家去了 我就每天呢 把他规定的工作 满满的 早上 要自己呢 操作录音机 读地址规 自己听 教他 然后正面跟反面 那么另外呢 教他写书法 写书法 写右侧点 写永智八法 基本功 那么完了以后 要教他 教他 擦小桌子 擦小桌子 然后呢 要教他做一些家事 比如说下午呢 这个把衣服 晾干收起来 要教他别衣服 每天让他 工作满满的 满满的 那么睡觉的时候呢 他自己睡 他自己睡 那么自己睡呢 我们就告诉他 你现在呢 已经超越了姐姐 姐姐 没有你那么厉害 他高中呢 才去学校 你呢 现在比他厉害 那么我看他在睡觉的时候呢 还把头发呢 弄好 然后呢 把它梳好 然后再躺下 再躺下 我说 哇你怎么会这一招 他说 姐姐教我的 姐姐教我呢 睡觉把头发呢 剥好 然后呢 再躺在 这个枕头上 这样明天呢 头发就会很漂亮 他说 头发就会乖乖的 我说 哇 难怪你的头发呢 这么漂亮 再摸他两下 那么他就躺下来 那我说 如果你睡不着 你就要想要 你就要想到 我将来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现在呢 就开始学习呢 我就要开始读书 你要做一个很棒的人 你就要勇敢 勇敢呢 就是勇敢的自己睡觉 叫勇敢 那么呢 睡不着的话呢 你可以开始数绵羊 一直绵羊 然后抱在胸前 一直绵羊 然后很软很软 一只两只三只 其实他数学还不太会算 我说你算到十 再回来 一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然后十九八四 八七五六四三二一 就这样叫他反复随便算 只要你能把他打发 睡着就好 但是有一点 就是不要让他想到 爸爸跟妈妈 想到了以后 他就会这样掉眼泪 所以我们鼓励孩子 他在离开家乡 离乡背景底下 他第一个人会想到 妈妈不在 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们不要让他想到这些 那么早上起来呢 我们就要说 哇 刷牙漱口洗脸 然后你听到什么 耳朵听到什么 鸟叫 早上起来呢 站在这个洗脸台那里呢 我们给他垫高 然后给他刷牙洗漱 洗漱 晚上呢 要叫他洗头 洗完头呢 叫他拿吹风机 自己吹 自己吹 然后呢 叠衣服的话呢 叠了几遍给他看 大人的衣服呢 我也跌小 刚好当时 我的这个侄女呢 也住在我家 所以呢 这个大人的T恤 还有牛仔裤 我折了一遍给他看 再把它弄 弄散了 然后跟他讲 这是大人的 你太小了 你没有能力做他 这个就放着 你就不要学 这是故意的 演给他看 其实就是要刺激他 要去做 那么做了做 我说你自己做 然后伯母呢 要去做饭 你好好的 好好的把你自己的衣服呢 叠好 大约一个钟头以后 哇 他非常的高兴 很神秘的 很神秘的 然后笑得很开心 跑到我前面说 伯母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这个秘密呢 对他来讲 有没有很神秘 有 有 那这个神秘就是他第一次呢 会叠衣服 所以我们面对学生 如果第一次他跟你洗滋滋的报告 什么你都要觉得 他的神秘 你通通不知道 你不要说 有什么了不起 我老早就知道 那就完了 所以我们戏 这个戏 这一台戏一定要配合的很好 他怎么样演 我们呢就怎么接招 然后去呢 他是很小心很紧身意义的 然后打开门 然后去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要打扮成怎样 要装扮成吓一跳 要吓一跳 然后呢看到了以后 我们要好像跳起来一样 说哇 那个哇还要拉长一点 哇 哇 我闪到了 我眼睛闪到 因为你太厉害了 让我吓一跳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要肯定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呢 不仅把他的衣服叠得很好 连所有大人的衣服呢 全部叠得很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对于他的是完全的肯定 那么我们肯定他以后 在他内心里头产生了什么 做事能力信心的肯定 我们一次肯定他 明天以后的衣服呢 他会不会越叠越快 会 而且很喜欢叠 所以呢 只要到四点多 这个时间看到太阳了 差不多要下山了 他就跑来跟我说 伯母 我们今天的事情还没做了 我说什么事 叠衣服 这个已经变成他 每天重要的事 我们就把他收下来 他就告诉他 你把会叠的叠好就好 大人的不用叠 他强调大人的不用叠 因为你还小 那加强这一句话呢 是让他觉得 我已经不小了 大人的衣服我也能叠 只是我们对于学生 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 那么我们如果是带小孩 小学班的 我们要尽量鼓励他 那么带初中生的 初中 初中以后呢 他对社会有一点认知的 要开始不一样的讲法 我们告诉他 如果你将来要当饭店的老板 要讲大一点 要当县里头的书记 或者县长 那如果没有当县长 那我们当镇长 那我们可以当政协 主席委员 教授校长 把所有长的 通通拿出来 让他们怎样的 生命当中 有一个比较高的目标 我们往那里 朝着那个方向去 如果你要当一位领袖 你要当一位领袖 那么我们现在的很多事情 要从基础开始打起 基础开始打起 所以早上起来 叠棉被 我们有本事 你不想叠棉被 可以 你就不要盖 晚上很冷 你不用盖 你可以不用叠棉被 如果你有这样的本事 你可以不用盖 不用盖棉被 你就可以不用叠棉被 如果呢 你将来有可能当全世界 连锁饭店的大劳务务 那么你棉被一定要会叠 否则你就当不了大老板 我们一定要把比较高的位置 引起他 引起他重视 鼓励他呢 有这一份向往的心 听起来觉得 嗯 有道理 有道理 那么如果老板的当不了 我们就要当总经理 什么叫总经理呢 就是要能把事情呢 做的大小 巨细米 你通通要做得很好 都要有能力来做 那么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 你一定要从小事累积起来 所以包括你早上起来 牙膏牙刷 怎么摆 刷牙漱口完了 流理台呢 怎样把它弄干净 我们是公共的 公共的这种洗漱台 我们如何呢 也注意它的干净卫生 这是属于公共道德 公共道德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完成它 保护它 爱惜它 这个是我们面对 青少年以上 我们要帮助他 建立起社会道德的责任性 那么我们现在呢 离开了父母 对自己是人生的 另一个阶层的挑战 我们要挑战 我们要有这样的能力呢 离乡背景以后 不让父母操心 所以你把这一天 离开家里的第一天 你能做得很好 然后呢 写一封信 给父母讲说 我在民主学校 我做得很好 老师肯定我 希望父母呢 远在他乡 你能信任你的女儿 或者儿子呢 已经长大了 我相信你的父母呢 接到这样的一封信 一定会很高兴 咱们呢 孩子没有白养他 已经长大了 所以我们面对学生 出离开家庭 我们第一天 开学前起的鼓励 肯定 建立他的生活信心 很重要 建立他学习的方向 目标 很重要 建立他对往后的人生观 态度 非常的重要 建立帮助他 建立起四海之内 接兄弟的观念 很重要 那么我们怎样呢 认识所有的同学 第一天 我们微笑 见人的微笑 你就能广结善缘 不信呢 我们各位同学 每一个人都有戴镜子 你对自己笑一笑 你有没有觉得你很美 你对自己笑一笑 你有没有觉得 哎呀 我原来呢 也这么漂亮 这么有人缘 我们让学生呢 在开学的初期 能对自己的人生 充满着希望 充满着信心 所以我们孩子呢 来到这里 我们首先一定要敞开 我们的胸怀 用我们热情 温暖的双手 用我们和言爱语 用我们慈善的笑容 来帮助孩子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我们是当班主任 还是科任的老师 只要我们有心 一定能在开学 这一段时间 两周以内 我们能把孩子呢 搞定 因为现在的孩子呢 都是独生子女多 独生子女多呢 他们依赖性就比较强 比较强 我们怎样帮助她 一定要用方法 一定要用爱心 来帮助她 那么刚刚呢 是默许过去 教这些孩子 就是我家亲眷属 在寒暑假 在过去 在一二十年前呢 就经常帮助他们 每一年寒假 暑假 家亲眷属的孩子呢 都会往我家里送 所以呢 面对这些孩子呢 默许呢 相当有经验 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 搞定他们呢 快乐的学习 好 我们再看第二点 青春起的孩子 情绪变化大 老师亦多关怀 化解他心理的矛盾 那么青春起的孩子呢 他有很多内心事件 内心事件呢 他很多时候呢 会自己想偏的 或者想歪的 那么我们面对这些孩子呢 我们要鼓励他 比如说 我们有没有看到班上 班上呢 有一些孩子呢 青春痘特别多 有没有 有 那么这些呢 青春痘特别多的 有没有特别的害笑 有没有感觉 有 那么如果面对青春痘 长得很多的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 太好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代表你青春 第二个呢 你就没有早恋的隐忧 因为没有人会喜欢你 那么你呢 反而很安全 你在这一段时间呢 你会过得特别的安全 你可以欣赏别人 别人可能不会欣赏你 可是你在这一段时间呢 可以充分的 对异性的可以欣赏 你怎么看人家 人家都会讨厌你 因为你那一张脸呢 长得没有吸引力 反而呢 特别的安全 那我们呢 有没有想过 我们以前也是满脸青春痘 有没有 有 那可能我们抬不起头来 我们现在要鼓励这些呢 有青春痘的孩子呢 勇敢的抬头挺胸 面对阳光 没有关系 我们青春 留的青春在 以后痘痘 先长 然后先消 那个没有长的 以后也会长 我们先长了先好 这个呢 可以跟孩子呢 稍微幽默一点 来帮助他们 这是青春期的孩子 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呢 有一些 有一些像男生的话 他就很在乎 他长得不高 我们班级呢 有没有一些孩子呢 对自己的长相 很关注 有没有 有 那么如果长不高的 我们就叫他呢 怎样 记得呢 不要一直坐着 要运动 有空的时候去打打球 去打打球 多运动 那么多鼓励这些孩子呢 多干活 干活也能长身体 因为赔福嘛 人有福的话呢 你这个相貌呢 就会越来越好 人要没有福 尖酸柯薄 不愿意干活 那么你呢 会长得不好看 我们如果要在青春期 表现你有魅力 要鼓励男同学 女同学多干活 多干活呢 有用 那么不干活 这些孩子呢 生活能力越来越差 对孩子有不利的影响 那么如果要多干活 我们可以讲 多干活 你在女同学心目当中会加分 那么这个女同学呢 如果多干活 你在男同学的心里头 你也会加分 那我们呢 如果你要赢得 那么多人喜欢你 首先呢 你要有读经背经 所以呢 男生女生 如果要交往可以 我们可以帮助你 来老师这里登记 你如果看上哪一位呢 能不能跟他交朋友 老师这一关呢 要先通过 帮助你审核 我们可以这样跟学生讲 我们这样讲了以后 学生敢不敢来向你登记 不敢 不敢呢 我们就是打消了他们这个念头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反面的作用 反面的方法 让学生呢 让学生呢 不敢做 那么我们呢 对于学生的心理 老师 老师呢 最好能拔高的看 拔高的看 学生的种种 那么学生 如果对我们有不礼貌的时候 我们要宽恕他 慢慢的帮助他 化解他心中的这种 这种对老师的不礼貌 或者不理解 如果我们一开始呢 就采取高手段 对老师不礼貌 没有宽恕他 就让他回家 我觉得这样的打击呢 比较强 不是很理想的教学方法 所以当学生呢 第一次犯错 我们拉到旁边 归过于世 慢慢的开解他 让他有机会成长 让他有机会改过 因为青春起的变化 他的思想矛盾很多 偏差的很厉害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过去有没有如此 有 那么我们过去如此 大人 老师也都原谅了 我们现在自己当老师 难道就不能宽恕他们吗 这一点呢 我们要将心比心 来看一下 因为过去呢 我也有矛盾的时候 也想自杀 也想自杀 大家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啊 你看我也是哦 也是有烦恼 那我当时呢 自杀我就想了 也自杀了 但是没死 我就想说 人呢 吃东西 如果我吃得很多 吃得很快乐 能不能把它吃死 你们想一想 可不可能 可不可能 不可能嘛 所以你看 人家说哇 跳楼啊 什么喝 喝农药 喝毒药 然后呢 这个这样死 都不好 我觉得说 有没有一种快乐 我吃得很高兴 然后吃死 我就想到 我就想到 所以呢 有一次呢 家里请客 我就多吃一点 然后我就想上 我希望我今天能把它吃死 吃了然后就死了 结果 吃完以后怎样 太沉了 然后吃得太沉了以后 到了晚上十点多还不消 怎么办 只好去呕吐 吐完了以后说不能死 还是不要死 所以就打消了念头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呢 回头一想 我们过去呢 也曾经胡思乱想过 胡思乱想过 那么这一段的年龄呢 我们在回忆我们过去 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呢 犹如我们过去的写照 所以呢 我们的心一定要扩大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